解经应用课程第九课下集天国的比喻 在这下半堂课里面呢 我们会举几个耶稣讲过的天国的比喻 来作为一个解经应用的示范 有了上半堂课我们对天国的背景的了解 以及当时犹太人对天国的误解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耶稣所讲的比喻呢 我们就会比较清晰比较清楚 我们上半堂课也讲到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呢 大概有包含最主要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纠正当时的人 当然包括门徒他们错误的有关天国的观念 他们以为天国的降临跟实现是一次性的 那么耶稣就要纠正他们这些天国的错误的观念 同时也教导正确的天国观 还有教导天国子民该有的样式 大概很主要的会包含这三方面 鉴于犹太人对于神的国 天国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 认为当弥赛尔来的时候 天国就完全实现了 所以耶稣就特别讲了这样的比喻 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 天国好像面教 这个芥菜种呢 它从这个最小的种子到最后 长成比菜都要大 成了树 这就是一个过程 这个面教也要有一个发起来 慢慢发慢慢发发起来一个过程 就是来纠正犹太人对天国认为 一下子完全实现的这一个错误的认知 我们来看败子和麦子的比喻 这里这个比喻说到 有个主人呢 撒好种在田里 而有仇敌来撒败子 在同样的这个麦田里 掌苗土碎的时候 败子也显出来了 那个仆人就很困惑 诶明明撒的是好种 怎么出现败子了呢 这是谁做的呀 主人回答说是仇敌做的 那仆人就问 那要不要把这个败子给薅出来呢 主人说 融这两样一起长 但是等着收割的时候 败子要薅出来 把它烧尽了 而麦子则藏在仓里 接着耶稣就对这个比喻做出了解释 我们要留意 如果耶稣直接对所讲的比喻 有所解释的话 那么他的解释就是最终权威的解释 我们人就要小心 不要在耶稣的解释之外 另外加上个人的见解 耶稣怎么解释的呢 耶稣说这个主人呢 就是人子 这一个好种呢 就是天国之子 田里呢 是指世界 这里提到的仇敌 指的就是魔鬼 拜子 指的是魔鬼之子 他们破坏的作为 收割是指世界的末了 收割的仆人是指天使 好那我们把这个神国的扩展 从这个比喻里面再进一步的去思想和对照 当主人把好种撒在田里的时候 意味着神的国已经开始 而在神国扩展的阶段呢 允许仇敌的势力暂时存在 这就是比喻里面说的 容许拜子和麦子一起生长 等着收割就是世界的末了 这时候拜子要薅出来烧 讲的是神的国在完成的阶段 要消灭一切仇敌的势力 这个比喻就让我们看见 存在着神国的已然未然 神的国已经开始了 但是呢 要把所有神的仇敌除灭 还没有实现 神国一切的福分的应许 还没有实现 要等到未来将来 新天新地的时候 神的国在完成的阶段 会消灭所有仇敌的势力 所以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 已然未然的这一个神学思想 顺便一提 有许多的人就着这一段经文呢 他们提出不同的见解 他们说呀 既然比喻里面讲到 主人容许拜子和麦子一起生长 所以你教会里面有的罪恶呢 也不要去处理 他们就因此反对教会纪律 他们认为 既然耶稣有这样的教导 就不要把他薅出来 你就不要去抵挡罪恶 也不要去止灾 所以他们反对任何的教会纪律 那这个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在耶稣解释这个比喻之外 加上了人的见解 这一个看法解经是完全错误的 应用也是错误的 这个比喻完全不是在讲教会纪律的 这个比喻是在说 神的国在扩展的阶段呢 会暂时的允许罪恶还存在 还没有把它丢到地狱火湖去 但是这不是意味着说 我们在教会里不处理犯罪的问题 这是两码子的事情 回到我们今天的重点 在解释比喻里面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比喻 他的中心思想 常常是在他的结论里面 他对比喻做的解释 是一个最终有权威的解释 所以我们刚才说 这段经文完全不是在讲 不要实行教会纪律 而是在讲什么呢 我们看经文 耶稣自己所做的结论 马太福音13章40到43节 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人子要猜浅使者 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 从他国里挑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他们必要哀哭怯耻了 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 要发出光来 像太阳一样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这个比喻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耶稣说的 他说世界的末了 这就是呼应到我们前面讲的神的国度 有三个阶段 开启的阶段 扩展的阶段 还有完满的实现成就的阶段 世界的末了讲的就是 神的国度完满成就的阶段 一切的恶都要被神除去 神一定要确保 把这些人挑出来 扔在硫磺火壶里面 他们在那里哀哭怯耻 那相对的呢 那些收在仓里面的麦子呢 就是指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面 就分别开来了 所以这个讲的是非常的清楚 将来末了的时候 神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的光景 那这个就是整个比喻的中心思想 你是属于哪一边的 你是要不计代价的 要属于神的国度 这个关于世界的末了 也就是神的国成就的阶段 在其他的比喻里面 这个思想也是出现的 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 其实就是在同一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经文的下一段 讲到天国好像网 洒在海里聚拢各样的水族 网寄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坐下 捡好的收在器具里 将不好的丢弃了 然后说世界的末了 刚才我们也看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这里也讲世界的末了 也要这样做什么样呢 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 把恶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他们也是要哀哭怯齿了 你看再次强调 耶稣讲的这个比喻 讲到天国都是讲到分别 都是讲到要把恶人和义人分别出来 然后他们有不同的下场和结局 那世界的末了就像这样 这个世界的末了就是神的国完满的成就的时候 我们说过比喻呢 就是注意整个的结论 就是它的重点所在 有些比喻虽然没有明讲呢 是关于天国的比喻 但事实上依然是跟天国有关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方在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 耶稣设一个比喻说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然后他就比喻说你看像一个官啊 他不惧怕神不尊重世人 但是呢因为一个寡妇时常的来烦扰他 他最后还是给他申冤 免得这个寡妇继续的来纠缠他 如果我们停留在这里啊 不看整个比喻的结论 很多人在应用的时候就会以为说 耶稣教我们就是不管你祷告什么事情 就是不要灰心最后神会成就 比如说我现在找不到这个配偶 我就拼命祷告不要灰心 因为耶稣讲的 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祷告祷告祷告 最后神一定会给我成就 或者我对现在的职业不满意 我祷告祷告神一定会给我一个 我满意的职业 因为祷告不可灰心 神最后一定会成就 那这个就是错误的解经和应用了 实际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 你看上下文 他的重点是什么 整个比喻的重点 我们说过那个结论 就是比喻的重点 主说啊 主说神的选民 昼夜的呼吁他 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究给他们申冤吗 然而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上世上有信德的吗 这里讲的是神的选民 昼夜的呼吁神 就好像那个寡妇不断的去 繁扰那个官 他纵然为他们 你注意看这里是复数 是他们 也就是神的选民 所有的选民 是一个复数 不是讲一个人的事件 不是个别的啊 你的婚姻啊 你的事业不是个别的 这个是群体而言 那这里的 神垂听祷告 应允祷告 是关于伸冤的事情 是伸什么冤呢 其实就是讲到 我们属神的人 在地上的时候 会受逼迫 会受黑暗势力的欺压 甚至可能到流血的地步 殉道的这样一个地步 但是神应许 一定会为我们伸冤 所以就回到我们所讲的 虽然这个比喻没有明讲 但实际上 他意指的 还是指神国的事情 还是指天国的比喻 是讲到 神的国最终实现的时候 要消灭他的仇敌 要为那些受欺压的 因为主忠心的 而流血的 为这些人来伸冤 这个比喻呢 如果我们断章取义 没有去把重点 放在主的结论 那我们在应用上 就会有很大的偏差 我们之所以这样的来解释 其实你从上下文的原则 也会得到佐证 那么我们看 路加福音十七章 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也就是十七章的后半段 耶稣提到了 他降临的日子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降临是指他第二次再来 他要荣耀的再来 好像闪电从天这边 一直照到天那边 是指他第二次再来 要荣耀的降临 然后耶稣又提到他现在 在地上的时候 他提到说 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 又被这个世代弃绝 耶稣这个天国的王 第一次到地上的时候 受许多的苦 被这个世代弃绝 但是这是暂时的 因为在天国完全成就的时候 上帝要灭掉所有他的仇敌 接下来耶稣就讲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的日子也要怎样 意思说那个刑罚 挪亚的日子 人受到神的刑罚 然后最后 之后耶稣又提到 罗德出所多玛的刑罚 你看经文说 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因此上帝最终要为他的选民 伸冤伸张公义 届时会把他的敌人都灭了 好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读家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 这一段经文 虽然不是讲 直接讲有关天国的比喻 但依然是跟天国有关的 这是我们从耶稣的结论 还有结合上下文来看 确实是跟天国有关 可以这样说 耶稣在这里讲的这段话呢 主要还是在讲神国 在完全实现的时候 上帝的公义会完全的彰显 表现在他会灭掉一切他的仇敌 而且要为他所赎买的选民 也就是所有赎他的百姓 来伸冤 来伸张最后的公义 解释耶稣所讲的比喻 除了耶稣对于比喻的结论 往往是真正比喻的核心和中心思想之外 另外要注意的 凡是比喻当中重复出现的词 据往往都是重点所在 不可以轻忽略过 我们来举一段经文 路加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 这里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然后说欢欢喜喜的去便买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接下来经文又是讲另外一个类似的一个比喻 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他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 你注意了 就去便买他一切所有的 重复出现了 买了这颗珠子 重复出现便买一切所有的 那表示在这个比喻 这两个比喻里面 便买一切所有的就是 整个比喻的重点所在 他就是要强调 人在遇见天国的时候 没有任何地上的宝贝 财宝 心中所看重的 能与天国相比 人要付一切的代价 即使失去地上的这一些 都要来得到天国 彰显凸显了天国的宝贝 这也是呼召人 要有正确的态度 来看待天国 天国的价值远超世上的一切 所以是要付一切的代价 为的是能够进天国 天国配得我们付上一切来进去 这就是他的重点 解释耶稣的比喻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同样的比喻 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 不同的对象 可能强调的重点 也会有所不同 那我们举个我们很熟悉的那个一百只羊 然后有一只失上的羊 迷失的羊 主人牧羊人会去找他的这个比喻里面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一到十四节 这里强调的是 人子来 我要拯救失上的人 那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是这样子 不愿这小子里失上一个 这里重点 是指天父的心肠 是不愿意小子中 有一个失上 同样的这一个比喻 到另外一段经文 就重点不一样了 你看路加福音十五章 这里说 众税吏和罪人都哀敬耶稣 要听他讲道 然后耶稣也讲了这一个 一百只羊丢掉一只的这个比喻 那我们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当时的处境 这里讲税吏和罪人 那这里的罪人呢 不是我们所理解的 就是背逆神的 这个抵挡神的这个罪人 这里的罪人是跟税吏相对比的 他们是社会比较底层的 职业比较不光彩的 比方说税吏啊 或者妓女啊等等 所以耶稣同样讲的是 这一个一百只羊的比喻 但是是针对法利塞人和文士说的 我们刚看马太福音 那是针对啊一般信徒 门徒讲的 这里是针对法利塞人和文士说的 所以重点强调的重点就会有所不同 这里除了凸显天赋的心意 是不愿意有一只 有一个迷失的人以外呢 他还强调一个重点是凸显了 这些法利塞人文士自以为义 他们很冷漠 对那些他们看不起的人 其实在天赋的心肠当中呢 也是需要被拯救的 可是他们看不起他 他们非常的对这些人非常的冷漠 那我们就记住不同的处境 同一个比喻可能强调的重点会有所不同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比喻 这是讲到 进天国的属于天国的子民 应该有的一个品德 我们说过 耶稣讲比喻的时候 他有他的目的 其中第三个目的就是讲到 在地上的这些 已经要进入天国的子民 应该有的生活的样式 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呢 当时呢 门徒就进行来问耶稣说 有关天国的事 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呢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凡自己谦卑 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那耶稣直接回答了 在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呢 就是那些谦卑的 不争敬的 他们配属于天国的 因为这是天国子民 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品德 在世界上的人呢 会争名夺利 争谁的位分大 但是天国的子民 他是不会去 争这个谁的位分大的 他是有谦卑 不争敬的 品德的样式的 那也就是天国的美好 因为在那里面的人 都充满了爱 爱神 爱人 彼此相爱 不争敬 彼此谦卑的 所以那个天国就是美好的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关于天国子民的品德 我们看 马太福音十八章 另一处 耶稣所讲的比喻 这里说 大家很熟悉这段经文 倘若你一只手一只脚 叫你跌倒 砍下来丢掉 缺子手缺子脚 能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手两脚 被丢在永火里 倘若你一只眼 叫你跌倒 就把它弯出来丢掉 你只有一只眼 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眼 被丢在地狱的火里 既然是比喻 而且这里讲得很清楚 倘若 你就不可以直接按字面来解释 那这样的话呢 很多人手脚早就砍掉了 重点是在这里讲说 你要进入永生 进入永生 跟进入天国 是同样的意思 那什么拦阻了你 进入永生 进入天国呢 那这些东西呢 你就要积极的去对付它 免得它拦阻了你 进入永生 进天国 所以重点是在于 天国子民呢 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他就要积极的去 主动的去对付罪恶 这个拦阻他 在神的面前 能够进入天国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就要去积极的对付 这就是天国子民 一定会有的品德 是主动积极的 去对付罪恶 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 耶稣所讲的天国 神的国的比喻 有几方面的含义和目的 一个是纠正当时 犹太人他们错误的天国观 同时也教导他们正确的天国观 也带出来天国的子民 属于天国的子民 应该有的在地上生活的一些样式 有的故事性的比喻 会同时涵盖这三方面 我们来举个例子 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九章 大家熟悉的 耶稣因为将近了耶路撒冷 就要来纠正这些人 对神的国度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了 于是耶稣就另外设这个比喻 来纠正他们对神国的一个偏差的认识 这里他们说神的国快要显出来 就是他们以为神的国 马上立即的要完满成就 那耶稣就要纠正他们 对于神国实现的时间的这个错误观念 耶稣的比喻是说有一个贵奏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这个远方去呢就表明不是短时间的 他是要离开一段时间的 然后德国再回来的 德国回来讲的是神的国 最后完满成就的那一个未来的国度 那么这个贵奏走之前呢 他就交代了十个仆人给他们银子 然后这里说要他们去做生意 表示他们有任务的 不是在那边轻松没有事做的 然后呢要根据他们怎么样去忠心的做这个生意 将来会有不同的奖赏 同时还提到本国的人却恨他 不愿意这个人做王 那当然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一些恨他的 是指耶稣基督的仇敌神的仇敌拒绝耶稣做王的人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耶稣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会提到他的仇敌以及仇敌的下场 然后这里说他记得国回来 这个得国回来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神的国已经完满成就要发生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讲的呢 就会提到这些属于他的人 他们怎么样去做生意 你看有的人一定银子赚了十定 有的呢一定银子赚了五定 就根据他们忠心的程度会有不同的奖赏 这个赚了十定的就有权柄管十座城 这个赚了五定的就有权柄管五座城 这里让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对属于他的人有一个审判 是奖赏的审判 是根据你的忠心来赏赐的 那么在这里就见到一个不同的光景了 这个人呢 他一定银子就把他藏起来 他没有去做生意 那结果呢 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 也对他有一个定论 就是要定他的罪 然后呢 要把他这个唯一的一定呢 拿来给那个原本已经赚了十定的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 他在奖赏上 他有很大很大的亏损 而且会受到主人的责备 在末了的时候 神的审判也是针对 这些所有属他的百姓 但是这是属于奖赏的 这个审判 不是属于把人丢在地狱里的审判 在比喻里面 这个主人就说了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句话说的就是神的国成就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 意思是我们在今生是不是对主忠心 是不是愿意甘心乐意的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这个忠心或不忠心会影响我们未来建主面的时候 接受神的工作审判的奖赏会不一样 而关于他仇敌的下场结局 耶稣在比喻里当中说 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在我面前杀了吧 表示他是有审判最终的这个裁决和他们的结局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表示这些人在活着的时候不以神为他们的王 不是他们效忠的王 向他效忠的 那这些人呢就是神的仇敌 仇敌最后的下场就是在审判之后 永远的被灭除 那这个比喻我们看到 信徒会受是否忠心的审判 这是一个奖赏的审判 而不信的人神的仇敌他们将要受地狱永远的刑罚 所以耶稣讲的这些天国和神的国的比喻 至终让我们受到提醒 第一个我们要不计代价的 要属于天国的这个一份子 属于天国 另外呢 我们要忠心的在地上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 将来有奖赏等着我们 我们在地上所为他摆上的一切 以他为王 效忠爱他 讨他喜悦 这一切都是有永恒的价值的 我们今天主要介绍了 耶稣所讲的有关天国 神的国的比喻 当耶稣来到的时候 他就宣告神的国禁了 那么人应当对神的国禁了 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就是悔改要信福音 悔改因为这一位国度的君王已经来了 我们不能再抵挡他 要跟从他 要顺服他 他是至高的君王 我们要以他为王 我们刚才在比喻里面也讲到了 不以他为王的 他们的结局就是神的仇敌 将被灭绝 抵挡他做王的 一定是会被灭绝的 那被灭绝的时间呢 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 他的国度完全实现的那个时刻 这就是我们对国度所需要认识 了解的 他的成就是有时间性的 从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开启了国度 圣灵降临 持续的扩展神的国度 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 神的国将要完满的成就 所有的福气 所有的应许都要实现 今天我们学了天国的比喻 耶稣基督已经宣告 天国尽了 我们当悔改信福音 那么今天天国已经临到 我们更应当抓紧机会 悔改信福音 那么我们想起在 十度行传 第一次彼得起来正道的时候 那些听众听了以后 就问 弟兄 我们该怎样行呢 然后彼得就告诉他们 要悔改 要信福音 这也让我想起 在美国芝加哥南部 陶树牧师讲的话 A.W. Tauser牧师 陶树牧师 也经常在正道完以后 人就问说 我们该怎么样行才能得救 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得救 A.W. Tauser 陶树牧师经常会这样回答 他说 surrender to Jesus 向耶稣来降服 以他为你的王 Get to know God Personally 你必须不断的个人追求 更多的认识他 认识他是谁 认识他的工作 认识他的心意 Grow to become like him 你要不断的成长 像耶稣 这是天父 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旨意 让我们像这位长子 耶稣一样 一生追求像他 有他的这个形象 感谢主 愿意这样的一个目标 也是成为我们个人 彼此勉励 这一生追求 向他降服 更多的认识他 不断的成长 向救赎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 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将来要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掌权 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 直到永远 所以我们在现今活着的时候 要不断的对他效忠 不断的降服于他 更认识他 更爱他 成长向他 我们要像天国的子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